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歸還傳統禮遇 今年度歡迎縣政府在鳳林綜合開發區段 萬榮區段做了一個計畫叫做愛狗樂園 上個月5月17號的時候 縣政府禁止在開發的基地插牌 要求現在在耕種的族人 在6月17號之前必須離開這個土地 並自行的剷除地上霧 做這個計畫的時候 並沒有跟我們當地的族人做任何的溝通 那我們認為縣政府的這個開發計畫是違反原機法 也違反憲法 二十幾年前我老父親說 這塊地魚給我 就幫他一塊地魚 做到現在 做了三十幾年 而這個 縣政府說要摸說那塊地 說他們的地 不照顧人民 不照顧我們所有原住民 說要養狗 說要養狗 養狗 比我們人民還要緊嗎 鳳梨鎮 鳳梨鎮 它是一個那個河 河道的沖刷 沖積山 然後這整塊地的名稱 我們是叫它吉里漢 然後在 左邊我們看到這一塊打鼓木是 屬於馬太安部落的 傳統石根地 然後靠右邊的話 就是我們現在盤的這一塊 這一塊土地 然後老人家也上來了 然後就是 現在 副官齊縣長他所預定的那個 愛狗樂園的預定地 就是在這個星號這個地方 這1400多公頃 一直以來都是換縣政府 跟財團想要 寄於跟開發的一個肥沃的土地 又寬廣 那這十年當中呢 有數項的計畫在這個土地上面舉行 包括 鳳林的油氣區 林榮油氣區 然後RV休閒露營區 號稱亞洲最大 花蓮環保科技園區 這個園區在那邊是 現在是文子館 清航機場 跟 佔地 六十公頃的F1 國際級賽車場 高爾夫球場 這個高爾夫球場在提案的時候 大概一百四十七公頃 那在這個一千四百多公頃 土地上面 耕種的族人呢 漸漸的不斷 就因為這些開發案 一直在消失 然後 後來縣政府呢 用蠻恨的手段 不禁溝通 然後違反原機法的方式 驅趕上面的農民 我們認為它 是希望 當沒有人的時候 降低它的開發的反彈 地方的反彈的聲浪 那我覺得 我們認為 我覺得這是開發的算計 5月31號 有在我們相公所那邊 協調他們兩位 你說協調 其實他只是在詢問他們 那他們已經設定好幾個題目了 他問話的時候 這題是怎麼樣 第二條 還要叫我們蓋章 你看看 本來我們哪裡 非法 章有 那是 時代到今天 他就是用這個方法 如果 不肯的話 他就要送我到法院怎麼樣 要把我給怎麼樣 所以在心理上 壓力很 真的很 痛苦 那原來 他開發的那個地方叫 環保科技園區 之前已經有一些住人 被他們強占 然後被驅趕 那裡有22公斤 那個是賢治 文治管 文治管 而且是變成縣政府財政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負擔 也都沒有開發建築那個廠區 也被常提到的就是 上海劇場這個開發 也被我們當地的居民否決掉了 可是現在縣政府好像 還是不死心 因為才重新提這個計畫 所以 像這個區域也是一樣 我們阻擋了很多的計畫 可是他不斷的 不斷的在 在 在送計畫 不尊重也不考慮 我們部落的族人的 這個想法 就這樣子 真的很 覺得很可悲 身為一個母親 我們現在要用別人的語言 來去對抗別人定的法律 其實在座的老人家 部落的老人家 他根本不懂這些法律 身為一個母親 我最後要留給小孩的是什麼 只有原住民這三個字嗎 政府已經在幾年前 已經在做傳統領域調查 我希望這份調查報告 能夠立即公佈 讓我們族人能夠有一個依據 就是說哪些土地是屬於族人 經確認之後 希望政府能夠立即規法 因為我們不想再利用像這種場合 就是好像用最弱勢的方式去爭取 其實這是我們在爭取我們自己的生存權 跟一些尊嚴 這個東部地區 是在清朝末年 開山復藩之後 才有外來的武裝殖民的勢力 進入到東部地區 那當然 當然 當然 當然是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 日本時代開始有一個 唐葉 諸事會社的生產 東部的大部分的土地 許許多多的平原的地區 發動重古地區 就是把阿美族的傳統領域 阿美族為主的傳統領域 就是納入到唐葉生產的範圍裡面 戰後呢 就把這個唐葉生產土地 大片的就全部被 這個政府啦 台唐啊 各個單位侵佔 大部分是台唐 另外呢 戰後又多出一個單位 會擴大侵佔阿美族的傳統領域的土地 那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侵佔的單位 叫做退府會 那現在叫做新生地開發局 從以前到現在 阿美族就是在這個不同季節和川變動的這個衝擊傘裡面 他去做耕作使用 剛剛有提到說 他是一個固定 有一個輪耕的季節 這個退府會 或者是新生地開發局來了以後 他幹了一件事情 他們覺得很偉大 他們就是蓋堤房 蓋堤房以後 河道固定起來以後 他們做什麼事情呢 河道裡面 他們叫做行水區 行水區上面的阿美族 殘存的 沒有去跟日本 沒有去跟清朝抗爭的 殘存的 他把他趕走 我還知道這個吉里漢 有一個教會就在河道裡面 這個退府會或新生地開發局 蓋了堤房以後 河道裡面 你怎麼可以侵佔河川地 把他趕走 這個是標準的 就是乞蓋反妙宮阿 然後河道外面 他們叫做什麼 你知道嗎 很好笑 新生地 整片一大片的土地 他們叫做新生地 就是新生地 這新出來的地 變出來的地 那新生地呢 上面的阿美族 上面的原住民 也是趕走 就說 你心佔新生地 這個新生地 是我退府會 是我國家 辛辛苦苦 去把它變出來的 從天上掉下來 有一些法規人 講說 從天上掉下來的地 所以 你這些人呢 是佔我的地 把他趕走 所以整個花蓮台東的整個淪陷 台灣人要知道 是什麼樣的一個過程 那只因為我們原住民沒有文字 沒辦法跟政府去做這樣的看法 政府就一直說 這個土地是屬於中華民國 這個土地是屬於現有地 可是在日治時期 請問這塊土地 是現政府的還是中華民國的 他們用文明的文字 來掠奪我們主任的土地